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中北贸易战的第三集 我们今天来谈谈中国这方面 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哦 也希望你能帮助老师快速达成十万订阅者的目标 好上一集啊 我们谈到了什么 美国川普宇宙王的类似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 那其实在现在也是5月13日 也是老师录影的这一天 中国对美国产生的相应的贸易关税壁垒 金额高达了600亿美元 税额从5到25%左右 有些旅外的中国人士 就会笑说 中国对你的商品克征的两千五百亿美元的关税 你只回截600亿 中国长期下来一定会败的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今天来谈谈这新一波的较量 是否如中国旅外人士以及轮子媒体所说的一样 中共必败呢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 哦 有人说习近平是不是像老师上一集谈到了 其实是像类似周五王激发 其实老师这么讲好了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跟政治体制 他的人才啊跟火山爆发一样的多 加上他们的培育过程 历史也是必修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府 他在两军对战的时候 他有极大的优势 为什么?他有洋洋洒洒五千年的内政外交的经验 历史给你参考的时候 就等于是才有一本很大很大的小抄 见谷而知今 这一场贸易战打起来的时候 中国在文化上面就已经占了极大的历史优势了 再而中共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独裁极权的政治体 这个根本不用去隐晦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 他不会甩你的什么 儒家的尊主制习周礼这种温良功俭让的迂腐 你只要危害他的政治利益 一律给你打成反革命 被抓走 你还不用跟你妈报告 就连你在家里办酒宴 都可以直接去砸了你的厂子 驱散你的宾客 这就他们的政治手腕 对内的维稳 就是党中央说了算 这样的政府 跟其他国家打起贸易战 对内的思想控制 至少对百姓的思想控制 行为控制 就完全屌打美国了 美国农民不可能你因为大弹 可能他美国农民不可能是说你大豆卖不出去 然后莫不吭声 他一定会去跟川普抗议 会掀起舆论 可能会示威游行 但是你美国人 你美国人会这样子 你大陆人 中国人 你会因为你今天大豆缺货啊 买不到 或是你iPhone突然变很贵 你会去天安门 不是我们不要说天安门 你会因为上述这些原因 去村委办公室里面大声嚷嚷吗? 不会 为什么就是这样 或许有人跟会喷老师说 老师在做替中共说好话 但是老师必须跟你说这叫做现实面 不要说中国跟美国的中美贸易战了 这个是可以先摆一边 各位你有看过北韩的金小胖 直接是被美国跟其他国家活生生的给你做经济制裁 然后金小胖给你低头服软吗 遇到美国会软下来的只有两个国家 台湾 日本 但是这次的中美贸易战 日本不大会配合美国 为什么? 因为只要川普继续疯狂 让美国的科技衰退 造就他们的成长受阻 那日本最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让自己的科技继续成长 怎么说? 现在的科技业包含了他们的手机或什么的被苹果吃了很多 那你现在趁苹果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5G的基地台能力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 再而日本作为作为那个局外人 他可以继续跟美国进口 他农产品 再跟中国买稀土 中国也会卖给日本 日本本身有技术底 他缺的只有资源 而这个就是需要靠中国供应 只要日本不出声 这场贸易战最佳得力者一定是日韩两国 因为他们就是可以趁美国你搞这些有的没有的时候 他们趁机发展 好 那我们回到中国这边 中国能抵御住这次的贸易战吗?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中国在考虑什么策略? 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的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前提很重要 所谓一带一路 老师很简单跟各位讲 他的目标就是为了串联中国自古以来富强的道路 思路 将陆上思路跟海上思路都串接起来 有人说老师什么年代了?谁还跟你走思路啊? 人家坐飞机了 怎么会有什么思路呢? 你这样想是没有错的 如果飞机不用游的话 大家都会用飞机 但是实际上各项大宗物资靠的还是海运跟陆运 而中共的一带一路中所谓的一带是什么? 一带就是走你古丝绸之路 也就是陆路运输 北至俄罗斯 中到中亚 包含了什么?哈萨克、新疆、乌兹别克 然后再串联中国内部各大城市 各位 不要以为中亚地区都是穷困潦倒的国家 这你就会错意了 这个一带 他的用途 第一个是要消化中国现在突然增加的劳动人口 然后让他们去盖铁路人人都有工作做 二来串接起来以后 可以从哪里?从中亚获得农产品 还有石油 各位可能不知道哈萨克是产油的地方 那这一连串下来 中国短时间之内 他就不会缺吃少喝 能源也不怕美国突然给你下手脚 就算被你下手脚 短期之内 他也不会缺油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外交跟食物上的因应措施 而所谓的一路就是海上的思路 他要串接什么? 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 以及欧洲的各国经济合作 也就是说 透过这个一路 可以让欧亚非整个经济体都跟中国的经贸串联 达到了完美的物联网的组成 当然这过程之中 还有很多的阻碍 包含越南的越南的马来西亚、缅甸啊 印度啊 这些都有谈判上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考虑到国家安全或是等等的一切 但是至少欧洲这条线是没有问题的 哦 等于说串接起来之后 各国可以用中国的人力 中国产生人力赚到钱 也可以买你国家的东西 光以现在中国内部的购买能力 就已经让欧洲垂涎三次 大家都在不断争先恐后的到中国去卖东西 那大家可能会想 哎 你盖这么多一带一路 你不用钱吗 要钱 怎么不要钱 有什么东西不用钱的 要钱 要很多钱 如果你有看过老师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集的朋友 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么有钱 没看过的 就赶紧去看 这里老师就不要花时间赘述了 回到贸易战 但如果你看了轮职工的媒体或是旅外中国人说法 就会觉得好像中国在这场仗你很不利呀 老师告诉你 老师不会说中国还是游刃有余的了 不可能 但是肯定不会打不赢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5月13号中国反击之后 美国三大股市重挫2% 这个蒸发的金额啊 美国股市蒸发的金额都已经超过中国要克征这些所有关税的好几倍 而在全球的股市 各位知道蒸发了多少吗 就在中国决定克征的同时 全球股市蒸发了一兆美元 这个时候白宫的川普 他说他很喜欢现在这个局面 因为他可以从这个这个关税里面或者几百亿美元 他可以用这个钱来补贴他的农民 蛮你怪怪的 你让大家损失了一兆美元 然后你自己只赚了数百亿美元 各位这是什么比例啊 就是像什么呢 小偷去你家偷了一万元的金条 然后把它变卖成五百块 再跟你说啊 其实我用你的金条卖了五百块 去买了 严肃鸡和秘鲁 吃起来很爽 类似这种想法 各位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老师之前第二中美贸易战的第二集的概念 各位觉得 川普让资本家跟邻国的所有人亏了一兆美元 然后在他自己在说 他也好好照顾农民 他这场仗可以打多久 老师在带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中华民族有故谷语 叫做一鼓作气 再而结 三个衰 川普不断的试图去出权攻击 要重创中国的经济 希望什么 让百姓反政府来透过资本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来做对他的中国来施压 让他妥协 但这个想法其实很美国话 很美国人的想法 为什么 老师一开始在第一集就说过了 全中国的钱都在中国政府手上 全中国生意都是共产党的 所有企业的老板 就是共产中央 因为他他妈的他叫什么 他叫做中国共产党 你的就是我 我的他妈还是我的 我他妈就是全中国的老板 你打劫的几个公司 那几个企业 就是我的一个小分店 全中国 从求援裁判到扫地的 都是他的人 你要跟他玩什么 民粹 在中国你玩不起 最后有人问老师一个问题 美国可不可以冻结中国海外的所有资产 嗯 老师先说什么能不能 或是有没有国家会配合做这件事情 好了 相信有点商业头脑的的一个粉丝就知道 这不可能了 就说美国好了 各位 中国手上有的美国公债 您知道有多少吗 他有一兆一千亿美元的美国公债 他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第二大的是日本 也有一兆美元 回到老师第二集的内容 美国的经济早就在破产的边缘了 经得起中国第二次第三次六百亿美元的提高税率吗 我们不要说六百亿 中国只要每个月在这个战争中 每个月提高什么 一百到两百亿美国美元的关税壁垒 不用几次 美国农民就要造反了 而川普还能够稳坐白宫 拿了几百亿的美国税款 耳手澄清说 这是美国的胜利吗 美国政府穷到你无法想象 更可悲的是什么 不是美国 是我们的台湾政府 明明知道我们国内的出口仰赖美国经济甚多 而却没有趁早的开拓财源 建立起跟中国的贸易往来 把台湾的商品尽量卖出去 再让中国的观光客尽量进来 永远都把我们在岛内在国内的思想封锁在哪里 刻意的用去任何方法去引导在 高雄发大财 然后另外在营造什么 鹰派大台妹 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中华民国内的小民百姓已经围在旦夕了吗 在这场贸易战 一个不小心台湾就会变成下一个菲律宾 我们还需要对岸的梧桶吗 在此下去 台湾人困麻烦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会出走 无论去哪个国家都会出走 最后台湾只会剩下什么 已经缴完税 在养老的长辈 然后会缴税的人都离开了我们的国家 这样该会如何是好 各位 如果我们的经济真的跟政府说的一样 是开国以来最好的时刻 那我们大街上的店面 夜市里的摊位都应该是一味难求啊 为什么? 因为富有的人民会找地方来花钱 哪怕你卖的贵 老子老娘就是有钱 我要买到我爽到 而不是不止一间间的关张 大家连门都不想出 连逛都不想去逛 只想在家里买淘宝货 省下来钱来过生活 是不是这样的 最后感谢各位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一集 我们要回到美国的地方 带大家来剖析 为什么美国政府穷那块脱裤子 而操纵美国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请大家务必订阅本频道 以及按赞 下方有的说明列表 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包含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请在说明页面的最下方 可以取得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